车子一路开到新北市的树林 隐藏在工业区里头 这里就是台湾国产电芯的制造地 厂房里面的机械手臂不停运作 这是南亚塑胶的树林厂 40年的老厂房里却隐藏着电芯的新技术 针对电芯的生产流程做全检的动作 然后尽量在设计上在人员上是尽量不要去碰触到电芯 然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 光是在电化学站就要做充放电测试 老化测试等等总共耗时22天 检测400多个项目才能出货 锂电池有体积小续电容量高的特点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动车 都使用锂电池为主流 但锂电池化学活性很活泼 因此自然的事件实有所闻 为了寻求更安全的解决方案 这条路走了三年多 我们是在充电在放电的时候去戳破它 然后在这个时间都没有起火也没有冒烟 所以我们等于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安全的标准 在镜头前对自家技术充满信心 他是台速第三代诚信生 曾经在宏达电拥有十多年经验 一年多前加入电芯领域 我记得Elon Musk有讲一个数据 就是他也没有讲到电动车 全世界需要5000个GIG的工厂 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2030年 或是甚至2040年205年的这个零碳的这个目标 我们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电池 正因为市场庞大 投资了80亿元 要在桃园盖一座超级电芯工厂 我觉得我们现在桃园 目标是3.6GIG的这个产量 那是我们现在的10倍 可是这个我觉得从技术来讲 或是这些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量产只是打入市场的第一步 要如何让更多人认识台湾制造的电芯 才是他首要目标 台湾在用电池的这些厂商 不管是台电或是其他的 现在都是还是用中国的电芯 或是韩国的电芯 然后其实大家还不知道说 其实台湾有一个自己做电芯 而且是自己的技术 全球锂电池将在2030年 占电池市场95%以上的市占率 根据麦肯锡顾问公司调查 2030年全球锂电池的产值 预估将高达4500亿美元 就是因为市场庞大 还有不少厂商抢进电芯产业 地点在桃园观音 这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 固态锂电池厂 也是全球第一个 实现固态电池量产计划的工厂 进入之前 手机要放进专属的柜子里 电梯里还贴着静止摄影的标签 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 金色外表薄薄一层 就像张小卡的软板李陶电池 有着比李电池还高的能量密度 但又是如何克服传统李电池 毅然的安全性疑虑 榔头去敲击的过程 还有这个 您可以看到敲击前后 基本上都已经被敲到 已经是整个都凹下去了 它仍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陶瓷可乘本身在 本质性上的状况 它就优于现在现行的高分子隔膜 固态电池技术 就是用固态电解值 取代液态的电解液 不但能量密度更高还更安全 能做到这样的程度 就不能不提其中的灵魂人物 创卖人Vincent 33年来从来没有变过了 这样子的一个铃电池 今天被我们打破了 我们有一个全世界 全新的一个univers 就是我们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我们是全世界现在现行 唯一一个可以量产的一个公司 他们把实验室里的想法 正式转为可以量产的产品 而台湾有一项不容忽视的优势 就是让他们的技术 赢过国外业者的重要关键 如果我们没有在台湾的话 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量产 原因就是台湾的弹性 其实是相对高的 我们发现有非常多台湾的 像这种中小型的企业 它能够把你的概念跟想法 能够把它实现出来 克福研发和量产的挑战 他们号称电芯的良率 已经到达了99% 未来产能满载到2GW 可以供应2.6万台电动车 中国电芯产业在过去10年 南瓜全球八成以上的供应量 2023年因为汽车产业需求不如预期 电芯的供过于求也导致价格暴跌 反而给了台湾一个极起直追的机会 台湾要迈向能源转型 电芯占有着关键的地位 根据研调机构调查 在净零碳排的目标下 2030年全球除能市场的需求 将超过1TW 看准未来市场 台湾一场电芯复兴大赛 才正要开始